大家好,我是索菲亚,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颗令件荷花 现在已经是秋天了 令件荷花呢,多数都是在初夏的时候就开放了 这一盆令件荷花呢,之前去年的时候 也是在初夏的时候开放的 它是在春天的时候长的花苞 然后长到差不多初夏了 春末初夏,它就会开放了 但是这一盆令件荷花呢,因为浇水浇的太多了 今年的雨水太充足了 放在阳台 然后它就因为雨水的关系 它的这个根部这里就烂了 可以看到这里还有一个剪的伤口 看到它烂了以后,我就给它剪掉了 给它修剪了以后 然后我又把它放在一个阳光 在这里 在这里 长出了一个花苞 而且一天天的在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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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这个另一件荷花 我想这个另一件荷花 后续我会一直跟踪报道 后续我会一直跟踪报道 这个另一件荷花 最后有没有开放 因为我没有试过在秋天的时候长出花苞 在开花 这个时间有点乱 而且可以看到它长得还是很健康的 它这个花的下边呢还是绿绿的 就说明它是长得很健康了 最近呢天气开始转凉了 已经是九月底了 快到十月了 所以这个花呢我都搬进了室内 但是我会放到一个比较阳光充足的地方 让它呢有充分的阳光的照射 所以它一天天在长大 那就说明了这颗另一件荷花 它曾经开过花 虽然它浪根了 经过修剪以后 而且放在这个阳台 给它有充分的阳光照射 它就会恢复 而且它还会开花 它一定会在今年呢 又开出美丽的花出来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给大家 谢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喜欢我的频道 就请关注 点赞 并欢迎转发 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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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赞